哈喽大家好 我是MASA 在我们的魔方节目 本期是第53期 咱们今天是一些开盒测评 我们测评的就是这款时间机器 咱们之前的话是有讲过 这个魔方的一个怀源教程的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进行个开盒 看看有哪些制品和内容 首先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开窗 可以看到里面那个魔方的这么一个数字转盘 边上的话是这个魔方的一个图样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警告 这个三岁以下小孩请不要玩 然后这个是这个背面 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小的信息 我们这把它打开来看一看 上面写着Time Machine Speed Cube 这是一个时间机器 这是一个可以速拧的一个魔方 好我们把它打开 那么打开之后的话呢 就有我们这个魔方了 那个魔方的话呢 咱们前面的话呢已经这个说过 我们先待会儿来看这个 我们先来看我们里面那些制品 这个的话其实很重要 好那么制品的话呢 有这么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小袋子 那么里面的话呢是有这个贴纸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看 你看因为我们这个魔方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sticker里 就是没有贴纸 它的话呢是有贴纸的 那么如果贴纸脱落的话呢 是有这么一个额外的贴纸 这是非常的贴心 好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知道在网上的话 是有这个很便宜版本的时间机器 而那个版本的话呢没有贴纸 所以说到这个贴纸的话呢 可以用在那个上面 就可以再次创造出另外一块 我们这个时间机器了 好了我们先把它放在边上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款的这个主体颜色的话是黑色 上方的话呢 这是一个sticker式这个贴纸啊 那么这个魔方的话 其实我已经打完了很久 那么上面的贴纸吧 一样是粘的非常的牢 那么它这个手感的话呢 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把它对好的话 之后我们来转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都要转都要对好 然后的话进行个旋转 这是一个非常顺畅的一个魔方 不管是哪层的旋转 咱们之间在做教学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魔方的话呢 是这个非常的顺滑 这是一个各个层面 这个魔方整体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二阶魔方 那么在还原的时候的话 先还原整体然后的话 再把这些数字进行对好 那么这些数字的话呢 仿佛是这个时间月份年份啊 带你回到这个过去 或者未来的某一个时段 非常的酷的这么一个魔方 交配这个时间机器 它的每个轮的话 都会进行一个非常顺畅的一个转动 那么这个魔方的话呢 应该比这个网上 那个便宜版本的那个魔方 这个魔方的话呢 大概是80美金 那个便宜版本的话呢 大约是这个14 15美金啊 它们的质量的话呢 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这个魔方的话呢 首先它的手感的话 是非常的这个柔顺 那么第二的话 在转动的时候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不错 当然我们需要把它对准位置之后的话 进行一个旋转 它在旋转的话是非常的一个顺畅 这是一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我玩过的应该是最好的 这么一个这个time machine 这样的魔方了 好 那么在这个玩的时候 在拼装的时候的话 也是非常的有很多的乐趣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心 这是一个时间机器 我们具体教学的话 咱们的前面是有提到过的 好的 那么这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来到点赞 我们今天我们具体教学的 我们关注这个 170这个魔方的视频道 我们先见到 See you next time